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延端详着剑上贯穿着的黄鱼,发动了惊鸿一瞥 罗鱼,天母过海三千种之一,声音宛如婴儿 传说是王子海域的水手魂魄幻化,试图追随天母大人,往生投胎 特殊食材,食用后有一定几率增加少许的魂魄强度 技能,换魂,可辨人名,换之初魂,威胁度,淡红色 倒霉 扎小刀一阵光火,以他毛泪行走肉身之坚韧,竟然被一条鱼吼破了耳膜 过海三千种,李延默默记住这个称呼 围塔上眺望的水手忽然吹起尖哨,意思是前面有什么东西过来 还吃不吃 要吃你吃 好啊 李延把鱼丢给手下,打了个响指 吩咐厨房,请征 说完,李延走到船头,极力辨认着迷雾中的水花 因为大雾的缘故,等哨子手发现异壮 那团水花距离压陵号,已经不远 以李延的势力,也能看到一个大概 水花激扬中,是一抹金色沙角 火金沙,天母过海三千种之一,天母大人放养的鱼种之一,有九牛二虎之力,评价,十都级,珍贵食材,服用之后增加一定血液活性,以及骨骼强度,技能,汗祥,汗齿,金火狂流,备注,某些和饮食有关系的传承,能发挥出食材的全部价值 李延和扎小刀都懒了精神 不过,这头火金鲨鱼显得极其痛苦 李延仔细一瞧,一条黑色缰绳从鲨鱼的背部透出水面 周围的水被染成红色 缰绳的另一端,是一个在海面上击齿的男人 男人双腿绷直,身后是大片的水花 一人一杀,在海面上盘旋纠缠 火金鲨左右滑翔,拼命想甩掉身后的男人 而男人则死死抓住缰绳 这人看上去三十多岁 一身燕尾服,黑色高铜礼帽 金棕色的山羊胡子 高颧骨,眼睛深蓝 典型的昂格鲁·萨克逊人的长相 大雾下的羊刃似乎注意到李延的目光 两人冲对方行注目礼 大月之下,李茂绅士拉扯缰绳在海面上骑齿 他的身后是深蓝色的浪花 身前是金红一片的凶猛鲨鱼 显得夸张,又富有浪漫气息 李延身上裹着暗红色的皮革甲 大枪一板,耸立船头 一层短黑发茶显得干净,利落 好一会儿,吃不住痛的火金纱 张开血盆大口 李茂男人脱下高筒帽子 对李延深深失礼 颇具优雅风度 李延咧开嘴一笑 冲那个羊刃行了一个绍仙队对立 一转头,冲身后的红旗海盗吩咐道 鱼是咱的,开炮 把他给我打下海去 一窝子海盗是吃洋人过活的 早就等着李延这句话 不过,李延又喊了一声 天母过海,不让动火气对吧 那就放箭 那洋人一直流行着压灵号的动静 远远看见几个红头巾 捏着三个指头粗的大弓,对准自己 眉毛不由地挑高了几分 满脸的愤怒 这羊鬼子真有几分本事 三道剑感又稳又准 对着他的裤裆和脑袋射了过来 他丝毫不见慌乱 戴上礼帽,单手扯住缰绳 另一只手从腰间 抽出一把银色刺剑来 这礼帽男人大拇指一动 刺剑好像银色的闪电 一个眨眼的功夫 硬生生把三只剑感劈断 折断的剑矢跌入水中 甲板上的礼言轻疑一声 这一手,无论是速度还是力气 都有了自己雁川连的水平 粗鲁的远东海盗 Laurice爵士会让你们为自己的无理付出代价 这羊鬼子操着一口别扭的汉话 挥舞着手中刺剑 又劈断了几根飞过来的剑矢 要知道这时候他还有一只手在拉着缰绳 身体也因为鲨鱼的颠簸 努力保持着平衡 深红色偏浅 有接近十度巅峰的水平 李延一把夺过身边海盗的南木大宫 带上铁班纸 促使对准劳伦斯爵士 弓弦如同满月 弓使徜徉而去 那羊人扬起银色刺剑 像是挥舞马鞭一样 愤怒麾响 剑矢被这一记刺剑硬生生批断 羊人的虎口也裂开一道口子 可他依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李延同时也在笑 后面的几艘舰船已经赶了过来 至少上百道弓箭拉满 同时朝这位海上的孤独勇士设计 黑巢铺天盖地 淹没了这位劳伦斯爵士的眼眶 一样的大月孤雪 一样的白雾弥漫 白色船帆羔羊 上面是金色和蓝色交织的华丽徽章 鱼身湿头的异兽拱位 中间是纹着远航船只和红色强位的金色盾牌 两把红白条纹的顺桥质十字旗质鞋插着 中间是三角舵轮 是ERCO的金色字母 即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铁灰色的巨大船爬伏在海面上 接近四百米长 相当于四艘红气帮最大的船只型号 广传的长度 森森的阿姆斯特朗炮口张着 口径三百毫米 单是炮弹都有五十多斤重 而这样的火炮 船上足足有七十门 在整片南洋海域 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这木桶里全是魔鬼 金发碧眼的英国雇佣兵 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杯子里的气泡酒 剧烈的摇晃起来 身边一个肤色白皙 留着两铁小胡子的男人手里 捧着一把银钉子 徐徐摇头 马尔廷先生 我觉得你有必要 向这些可爱的 白花花的小东西道歉 他捏起一颗银钉子 这样可爱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魔鬼呢 华盛顿 你知道飘上来的十几个木桶 已经让我们损失了 多少人手了吗 他们心中的贪婪 才是引导他们 走向死亡的魔鬼 这些白花花的小家伙 是无辜的 华盛顿站起来 扶着手杖 走到船舱边缘 天母过海 他用别角的汉话 自言自语 这简直是上帝的眷顾 远东的上帝 你知道我从上一个 浮出海面的破旧船只上 发现了什么吗 我从未见过 那么华美的瓷器 还有一点小玩意儿 他让我年轻了二十岁 Martin 我不是在形容 那艘船也夺取了我们四十多名士兵的性命 而且 华盛顿 我必须提醒你 那东西可能只是一种古老的图品 像是高纯度的鸦片 所谓的恢复青春 可能只是你的一策 华盛顿 耸了耸肩膀 随便你怎么说 要不要离开这片海域 我们公平的来决定 你一票离开 我一票留下 那么 Lawrence爵士去哪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星纯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